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依照国际条约,日本的很多军事发展,都受到了限制,例如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,不能拥有核武器等。 但如今,随着时代的发展,日本似乎正在突破这些国际条约的束缚。 不仅自卫队的规模越来越庞大,甚至还是他的向美国提出了要在核武器领域做出试验性研究的要求。 当然,美国无论如何,是不会同意日本这个请求的,这是美国政府对战败国日本最起码的底线。 不然的话,一旦日本拥有核武器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 可是,虽然表面上日本不会违背美国的意愿,但如果他们偷偷的进行核武器制造研究呢? 其实大家大可不必担心,我们知道,日本是一个党国。 土地面积狭小,想要进行核武试验,就必须寻找一片大的无人区。 美军在日本有88个军事基地,可以说日本有一点风吹草动,美军就会察觉,更别提公然建造核武研究基地了。 美国人非常清楚其实多年前他们在日本的广岛,长期上空做了什么,也非常了解一旦日本拥有核武器,对美国意味着什么。 所以如果被美国发现,日本正在偷偷制造核武器,第一反应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将其摧毁,以免后患无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